路口等红灯传来阵阵哭声 原来前方的骑士左手抱着孩子 只用单手骑车真的很危险 孩子趴在爸爸胸前越哭越大声 仔细看他不但没戴安全帽 也没有背带做支撑 他只有用左手勾住爸爸的脖子 更危险的是这名父亲还抢快 对于都没辆就往前冲 全被另一个角度的监视器拍下 其他家长看了影片大骂实在太危险 17号晚间8点多证明父亲单手抱小孩骑车 经过高雄凤山的岗山北街 警方表示父亲涉及危险驾驶 可罚6000到24000元 实际观察家长骑车带孩子上路 最常见的就是没戴安全帽 有家长在脚踏板上放了折叠椅 或是用普通的帽子蒙混过关 这些违规行为罚钱事小 一旦遇上突发意外 真的是拿孩子的生命当玩笑 只有陈生友和魅如高雄报道